这就是水库里的鱼 是不是有点像黄蜡丁 这是鲶鱼 应该六万 OK 鱼 我们就吃一下水库里的鱼 点了餐以后我们到湖边来看一下 这边是有几个大哥 他们准备开船出去到别的岛上去捕鱼打猎 看到没有 拿着敲 刚才那个大哥还说你们要有时间就跟着我一块去了 他们这一去肯定就是一天的 好了好了走了走了 拜拜 拜拜 好远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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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打 对对你给它挪过来 OK 它这个是啥意思 这个是卡在这里 那你帮一下帮一下 对 真的要有时间的话还真的是可以跟他们出去混一圈的 差点我就下去了 对 好吧 好的 好远备 老窝人啊 越偏的地方越淳朴的 像我们来的地方几乎都没有任何游客了 对吧 每个地方要给每个地方的生活方式 小心啊 你看它这有些船啊 要是不用的话 你看那就沉在水里是不是 应该没问题 这么多树子 哈喽 哈喽 这小哥当时 刚才给我展示那个刀的那个小哥 对 就他了 这里这么多鱼 你看 哎哟 这都是活的 哎 哎 那我们吃的就是这种鱼啊今天 这个是人生害的 对 有钱买饲料了就不搞这个了 是吧 嗯 嗯 这有个小丁柜 对 对 估计有个三十斤 对 哦 哦 哦 他要装进去 哦 你需要装进去 哦 他要直接装进去 装到锅里 哦 大哥快一点 可以可以 OK 嗯 哦 这个鱼还不好浮塞啊 好 哦 好大啊 这鱼 估计又拿到市场上去卖钱去了 他这个跟我们老家 关店的是一样的 我们老家以前啊 就这种的 门板啊 很多店铺 就关门的时候就用门板 你看他这也是 还有个嗖子 哈哈 嗯 嗯 哦 差不多有个三十斤 然后再淋上几条 我怕一把 你怕一把 对他来说没问题 OK 拜拜 刚才见过 他沉 哈哈 OK 走 这样的景色 你不得高低 整上一条鱼 是不是 谢谢 就是要能照到湖 还得照到菜 yes 好了 刚杀的鱼很新鲜 这用的是 估计跟泰国那个 那个汤 应该差不多 来来来 哈哈哈 你这饿呀 鼻而烙 好 这个必须要搭配他们这边的糯米饭 这糯米饭其实真的就必须要用手 对 要走捏它一段团 对啊 就这个 就吃这个鱼 我都不知道这是啥鱼 吃就行 吃就行 至少是新鲜的 喝的 好鲜 来上个鱼汤 看这 还是 还有鱼籽 哇 哇 跟那个泰国风味一样 太湿了 太湿了 就老窝有些地方太偏了 偏到都没有网络信号 哦 哈哈哈 我就说呢 高低的来 来个 来个 蘸料 嗯 看他们老窝弄的这个蘸料 有点像贵州人的那个 真的 就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辣椒烤了一口那种的 有点像贵州人的感觉 蘸一下 嗯 这个辣椒 酱油 然后香炭 嗯 哇 这辣椒还蛮辣的 啊 这个辣椒啊 是真的好辣呀 是越吃越辣 就是 专门辣嘴 我的嘴都感觉肿了 你看它这边 它零售 卖鱼 这个摩托车居然还能骑啊 真是神奇啊 这个 这简直就是 把它推到里边 不要它塞太阳 哦 我还说谁推的呢 我还泼了冷水 那是降温的 你要不要 在这上车 多少钱 十万 十万 三 三 加上吃饭喝饮料 是吧 酒是吧 差不多 走 还不错啊 至少来这儿 还吃了条鱼 吃了几条鱼呢 还跑到南俄湖 吃了两顿猪蹄 哈哈 没搞到鱼 走喽 吃饱了 看一看 要不要去里头看一下 反正来的来的 是吧 他们 渔民的 村子 就是这边上的几户人家 住着的 好像到头的 到头了 到头了 哎 还可以走哎 好了 真到头了 那他们这边也住了 我估摸这一百个人都没有啊 满大满算 就那几个房子 小几十个人 那我们就下山了啊 下山 往回走 看一下哪儿好玩 就是住哪儿 中老有一万岁 中国原住 原老挝农村扶贫设施 建设项目 确实啊 这老挝的这个农村 哎 基础设施真的是太落后了 主要就是个路 真的是太烂了 主要就是个路 真的是太烂了 这边山里的农村啊 都不修路了 已经 全是这种的 雨季还没有到来啊 天里都没水 雪山放学了 雪山放学了 哎呀 我们还得想办法做个百度过河过一会儿 哇塞 住在这山里的人怎么办呢 这个 都不用出门了呀 那出个门真的好难呢 虽然说 路呢 可能是烂了一点 但是景色确实还不错啊 看一下 非常的圆生态 对面的 那座山还蛮好看的 就差弄上两个摩托车上去了 呵呵 再修点路 就可以收门票了 就在这儿了 我们 兜了小几十公里啊 其实 就来到了河对岸 哎应该就这个船 我们昨天就是住在那边的 今天我们到了这边 就这个船 这个船 不知道啥时候开 这还可以摆汽车哦 蛮厉害的 你说你们修个桥多好吗 嗯 这是过来做加油的 哈喽 哈喽 我要上 到河里了 如果说是汽车大一点的 可能需要两个发动机啊 那么这几个人的话就简单了 好像一个人是一万块钱 搞派系 两万 哎呦 走喽走喽 哇 他这个大车估计一次性只能摆一个 是给两万吧 一万 两个人一万 这么便宜 哎呀 老挝人民 还是很厚道啊 你们昨天就在这等着我吗 是吧 绕了一圈 但是把这个孟丰这个区域呢 嗯 还有演了个七七八八 大概 我们还是往外走 找出一个带空调的地儿住 没个空调实在是扛不住啊 五千块钱这么便宜 五千块钱这么便宜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五千块钱 两块钱 哦对啊对两块钱 这个咋吃啊这个 现场演示 我还真的没吃过这个东西 这个不是苦的吗 啊 嗯 就这样去吃啦 嗯 很苦的 苦的吧 这个不好吃 好吃 吃不大的 就是把这个心取掉是吧 嗯 因为莲子辛苦嘛 对 我都没吃过这个东西 哦 就把这哪个是肉哪个是心都不知道 中间这个是心的 哦 这个就是苦的是吧 这个 那就不吃啊 你吃上了你就爱上了 嗯 没味儿啊这个 莲子拿来炖啥炖肉吃是吧 炖排骨炖猪蹄是吧 哎 鲑鱼莲子八宝粥 就这个东西是 我们小的时候生活在新疆 确实这玩意儿我都 还第一次这样的吃啊 好像 吃那个心也不会感觉太微苦 对 我现在也好像也 对啊 根本就不需要去心啊 多此一举 说不定有的人连瓶都不去呢 皮肌有点厚 皮有点厚 这个心就这么一丁丁嘛 它这也不苦 这个心也不苦 那谁告诉我说 莲子辛苦 看来 还是要亲身的尝一下就知道了 这两块钱人民币买这么多 这个真的得拿来炖点汤什么的 炖个炖个排骨 猪蹄什么的可以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